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阿航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零三分啊 咱们刚刚发行过回来 最近几天那个单的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呢 有两个问题要向各位粉丝们汇报一下 第一个就是问的最多了 很多粉丝所以我说阿航呀 马上到618了 你们华江北手机会不会来一包的疯狂的大跳水呢 第二就是 618了哈 去哪个买手机的话比较华盛最便宜的 就这两个问题啊 今天晚上我来给你们汇报一下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啊 华江北的手机618会不会来一波疯狂的大口水呢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 没有可能性的 完全没有可能性 如果你准备等个要挖的话 在华江北那边去买手机的话 千万不要等了 等下是没有一个希望的我跟你说 自从5月份以来 华江北手机都在疯狂的涨价 特别是这个13pm系列 一台涨了三四百 连一个差每个的话都涨了一百多 还有这个十二十二普通系的也是一台涨了三百左右 但是呢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最近手机啊 都是在疯狂的涨价 但是呢 咱们出货量并没有减少 甚至还增多了 相反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那个13pm的一台是直接从9000多直接干到7000多了 一台的话给了八九百块 那时候的话反正还没有停单 什么的话都是怕买贵的 这就是非常感情的一个心理 就是买涨不买贵 越涨价我越买 越高价啊 开价高价 我还真还担心不敢买 担心买贵了 如果你准备出手这个二手的这个iphone 参而呀 是吧 十一系列 十二系列 你就不要等了 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的话价格基本上已经混定了 不会有打给价了 已经恢复到稳定状态了 如果你是准备出手这个全新的高端机系列啊 那么你要先缓一缓 不要急 滑翔北的话是没有优势的 打开萌萌网站一看啊 十三pm 一二八级现在的话已经 七十六张多了 太恐怖了 兄弟们 简直是秒杀了滑翔北啊 今天滑翔北拿货多还要八十一张多左右 直接直接是比滑翔北都还要便宜四五百块 官网的话还是八九九九 直接的话就省了一千多 像今天这个十三pm 128的话 滑翔北拿货啊 二手每版都还要六十八张左右 还是一个拿货价 像你们到手的话 优势在七十到七十一张左右吧 像是这里的话 全新过行的台 七十八张左右 七十六张左右 这不是 没办法 真是没有任何优势了 这价格的话 相当的恐怖 总结的就是两点啊 准备入手这个老款救济的话就可以行动了 不要等了 没有这么意义的 早买早享受 对吧 比如说这个全新机高端系的话就可以 再缓一缓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冲了 千万不要等滑翔北 滑翔北新机永远都是最贵的 如果你有更低的价格 或者有更优势的渠道 可以打来评论区 咱们一起来谋福利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这个了 现在的话 咱们继续开始测机啊 这些都是咱们下午刚拿回机都没有检测 现在咱们全部给他检测一遍 好吧 先 della程序